来看看什么叫做笨贼 台北市的北投区有一间水果行 在上个星期四凌晨的时候 遭到小偷的入侵 不过损失并不大 只有一小包的零钱 店家在第二天调阅监视器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名窃贼 他在破坏铁卷门开关的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坏了 所以他就一直以为店里面还有人 所以就只拿走了一袋零钱 就连放在背后这个收银机呢 他都没有看见 就匆匆的逃离现场 凌晨三点四十分 一名机车骑士突然靠近路边 这间水果行 仔细看他穿着的打扮 全招是安全帽加上拖鞋 很明显如果不是老板就是小偷 果然没错 下车后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破坏铁卷门开关 只是技巧似乎不太好 第一次就没成功 不过他便不死心 转头回到机车上拿工具 经过几次努力 终于有了效果 只是这突如其来声响 吓坏了正在做坏事的窃贼 就看到他回头望了一眼 似乎以为店里面还有人 担心被抓赶紧跳上机车 逃离现场 但过了一两分钟后 小偷又再度回到水果行外 这回他确定里头没人了 铁额心潜入店里 套着手电筒 微弱灯光 就以为自己有了重大收获 可是他完全忽略了 背后还有一台收银机 粗心大意的笨贼 就这样放掉了金库 只带走了一小包的零钱 而且偷窃行为全都露 加上自己下自己的愚蠢动作 还被店家嘲笑 甚至po上网 让警方几乎不费吹亏之力 三天之内就抓到人 不但让他付出代价 还让他成了网络笑柄 中天新闻解针书 小阿川台北采访报道